Sound on 必是调整政治的方式 诶 要怎么开场 我们也做这样子 就是我们就开始录音 我们才开始想开场 这也不是政治归政治 法律归法律 可是也可以用他的方式来开场 也是可以 而且这一集结束 他就要回来了 诶 听众反应就是 诶 好期待 他们都会这样 就是私讯我说 促转信息是超棒 但政治归政治 可会也继续这样子 然后想跟他说 干 没有那么多人力 干 贵姿会累死 对 因为那个要自己剪 对 因为你一个 你一方面你还要录平常的 还有促转星期四这样子 我本来是想要维持 就是说政治归政治 放礼拜六 那后来发现做不到 这样太累了 这样太累了 做不到 所以政治归政治 就给他直接停掉 所以没关系 反正他迟早就回来 除非促转会帮我们加钱 加预算 继续做下去 继续做下去 可是今天的来宾可能不想要 每一集都要跟 对 都要跟我们一起讨论 开会 对 然后很严谨的 去缺论很多很多的事情 对 所以我想如果这个促转会 如果加预算的话 今天的来宾 促转会小编 促转会小编 是不是不要把你 名字讲出来比较好 他说叫他 诶 要怎么念 加预 加预 欢迎就是促转会的小编 加预 嗨 大家好 加预很美极 就我们都讨论 坊刚都讨论得很严谨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 加预超屌的 懂超多转型正义的故事 我觉得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 而且加预应该跟我们 年纪差不多 应该跟我们差不多 对 所以就从这个年轻人 视角来谈 转型正义这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会 相当的精彩这样子 因为促转会想要 透过Podcast Podcast其实是一个 很适合讲深度内容的 一个媒体 媒介 然后促转信息室的 评价其实都很好 很多评众朋友 也是透过促转信息室 第一次 认识到转型正义 不一样的一面 因为过去谈转型正义 可能大家想到 就是什么拆统像 或者是228 原来还有这么多面向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 为什么邀请嘎又来 就是年轻人 怎么看待转型正义 这件事情 你想想看 嘎又跟我们一样 就是都不是 有经历过戒严时期的人 懂事以来 其实对威权是没有 记忆的 他蛮养是这样子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 来来来 贵智是三民主义的吗 我是认识台湾 我是认识台湾 我都有 我国中的时候 有认识台湾 可是高中有三民主义 这是示范的 就我好像是 倒数第二届 还倒数第一届 考三民主义的 就我学测题目 是有三民主义的 其实我觉得 考三民主义 不是一个坏事 怎么说 为什么 因为他很好得分啊 他真的就是一堆废话 你只要把它背起来 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年代 我跟你讲 我们这个年代 考三民主义 跟我爸妈不一样 他们是要考生论题 你要能够把那些废话 自己表达出来 那我们就只是选择题而已 反正就是他会问你说 什么孙文学说 变哪个学者称赞 那你现在还记得吗 我全都忘光了 我都忘光了 谁会记得那个 我只记得有一个 叫什么炮金的 就他名字很奇怪 什么称赞孙文学说的 外国人 他叫什么什么什么炮金 就炮炮炮 然后金色金 我只印象中有这个人 就只记得这种 这种奇怪的东西 这种东西看其实蛮无聊的 但这种东西 就是简单被一被 基本上就会全对 对 所以不是坏事 在转型正义讲这种东西 他有点奇怪 不会不会 我觉得还OK 如果你今天跟我讲说 三民主义超棒 超赞 超nice 我觉得他就眉头一皱这样子 那还好啦 因为三民主义本身 不是威权体制的 他是被威权体制拿来 怎么讲呢 拿来当做神主派吧 强制大家都要学 那其实就是威权的象征 对 但如果我们把威权体制 我们把它撇除掉的话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 可能课本里面的假说一说 对啊 没错 对 只是这个假说一说一点 不是很好用 因为它带来了 这个监察院的考试院 这个洛义常常在节目上批判的东西 没错 我diss的东西 好 没关系 这个之后再跟大家聊 今天重点是什么 改用 对 我们还要是要问 要问改用一件事情 90后 好 90后 那我是80后 对 你是80后 突然觉得好老 好 不管怎样 你为什么对转型正义会这么有兴趣 其实我在进促转会之前 大概知道的政治案件也没有很多 可能就像林毅雄 或者陈文成这种 其实一直以来 大家都很关心的案件这样 其实我对转型正义后来 会开始有更多的兴趣 反而是真的在进入促转会之后 读了一些相关的档案研究 或者是一些 其实民间一直以来 就有做不少的讨论 就是政治犯的口述之类的 就是才更认识就是转型正义这件事情 然后或者是对这个议题 有更深的想象这样子 所以你本来是学什么的 我本来是社会学 可是多社会学 多少也会碰到类似的议题吧 多少会啦 而且我刚好是做 80年代后的社会运动 但就是 就算知道说威权这件事情 可是也会觉得很遥远 所以它可能就是 我论文的一个时代背景 但那个时候没有很深的去细想说 到底那个年代 还发生过什么事情 不要说你原本在硕士论文 在写就是台湾的社会运动 但是你后来因为加入组转会 所以你开始对 就是组转会里面 所做转型正义的事情 感到有一些兴趣 我打断一下 因为我觉得帮观众补充一下 嘎佑的人设 好 因为这一集安排嘎佑来 其实是 组转会里面的一个建议 因为他们有点掌管说 嘎佑非常的热衷转型正义 对 就是说譬如说嘎佑很常到人权馆 参加那个转型正义相关的讲座 的活动 对 嘎佑非常熟悉 很多受难者的遗书 没有没有 信守年来就是一则 对 所以就觉得很有趣之说 很多年轻朋友 就台湾譬如说我们都会说 年轻时代 可能太阳化时代什么的 然后绝心很多 可是其实 我们自己这一辈的 会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多 可是嘎佑是 很熟悉转型正义的知识 以及相关的脉络的人 但是我想好奇一件事情 为什么交到组转会 因为我学姐丢了一个履历给我 一个工作机会 那你本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本来也就是 接案当一些小编的工作 或者是 就是设计图纹 懒人包什么的 所以组转会的图都是你画的吗 大部分是 那很厉害 那你不要加入法白 对啊 因为画图的功力比我们小编厉害 我们那个小编画图有点 他不能画图 他很会做图 他会做图 他不会自己画 因为他说他手烂 突然又得到一个工作机会 人才 所以简单讲是一个工作机缘 但是其实你本来也对社会议题 当然就是有兴趣嘛 对不对 然后所以才加入这样子 蛮好奇一件事情 他不说你加入组转会之后 之前有办过一些实体的一些活动嘛 那这些实体活动 你觉得有什么 你有趣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其实我觉得 转型正义这个议题 因为虽然刚刚贵姿跟 洛毅讲的 让我觉得有点害羞 因为好像把我讲得太特别了 其实我觉得 真的还好 因为我觉得这几年以来 其实关心转型正义的人 非常非常多 然后这个议题 比方说像返校这个东西 出来之后 其实还蛮多人都会 对这段历史 其实是有好奇的 然后所以 其实是还蛮多年轻人都会来参加 那甚至我们的成果展里面 就是还会有那种 就是什么高中的同学 就是一起纠团来 然后想要一起来参观这样子 其实蛮有趣的啊 最关心转型正义的是 一群完全没有经历过 威权同志的世代 这会很令人惊讶吗 我不知道 我分享 跟改革分享我自己的观察啦 我觉得应该是对台湾本土 这块事情的认同 更让大家更想知道 这段历史 但可能过去一代的人 可能在国族认同上是比较 就是混乱的 所以会导致他在 这个寻求过往历史上 是没有办法有那么清楚的目标 这我自己觉得啦 可是这样吗 如果你是想要统一中国的 你也可以关心 这些中国前辈 可是年轻世代 确实可能对这件事情 就是统一中国这件事情 是没那么感兴趣的 我觉得是长辈 他们经历过那位威权时期 是他们对于政治这件事情 本来就很冷感 对啊 因为他们会害怕 对啊 忘了手头上 本来就被打压过 你看那个年代 你只要思想不一样 我们先几集都讲过 就被抓走啊 惩治判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 对啊 不是死刑就是关十年 那谁敢谈 对啊 对对 所以说现在这些长辈 你要谈转型阵营 他可能心里会觉得 这是政治他不要碰 加上是说现在 转型阵营变成 在选举的时候 常常被拿出来 做一些不好的操作 就让很多的长辈 没有机会正确的认识这个意识 害怕谈这件事情 对啊 那为什么年轻人要谈 改用你觉得 为什么年轻人 应该要关心转型阵营这件事情 好比说假设你今天玩 Tinder 你在上面跟这个一般男生match 你想跟他聊转型阵营 你会怎么样跟他聊 转型阵营 但其实说实在 我不太能够直接讲 为什么做转型阵营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 现在在台转型阵营的时候 有时候会还蛮快跳到一个 就谈这件事情很正确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谈 因为怎样怎样谈 就是个怎样的人 可是我觉得 比起这些 我其实自己在促转会工作的结果是 我会觉得当你越贴近那一段 历史故事 或档案 你发现 这些人过去身处在什么样的背景之后 你自然会得到一个 你觉得为什么要继续做下去的档案 因为像刚刚讲Tinder 就是我觉得 在Tinder上面直接划人家 然后就跟人家说 你知道转型阵营很重要吗 这也太怪了吧 谁要这样子聊天 谁要接受这种 这种 绝对越不到 我可以 你可以吗 我不用我不用 如果一个女生说 在天上跟我聊转型阵营 我说干大聊特聊啊 对不对 真的假的 我本身对转型阵营也有兴趣 我OK啊 就是这个确实是个很故意的难题 丢给嘎佑去讲啊 就是怎么听得上这样子 那对了就回到刚刚讲 你的感受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要单纯 跟别人去分享感受的话 就像刚刚前面讲的说 其实我一开始 进入促转会的那个机缘 也没有特别 特别怎么样 就是其实我也不是 比如说什么长期研究的学者啊 或者是什么 就是我这时候只是 比如说在议题上面 我其实是偏向认同跟支持转型正义 可是我事实上 比如说从1949年开始 到那段期间 就是总共近40年的这个戒严时间 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大多数人 其实没有一个很精准的图像 OK 其实我反而是在进入促转会的过程中 慢慢开始去掌握了一个 我自己认识他的角度 就比如说去认识1950年代的前辈 1960年代的前辈 就是他们 那个时候其实他们是怎么样子生活的 我觉得蛮有趣 1950年代 1960年代 你看到的东西 你觉得 跟你本来认识的有什么不一样 要不要换个方式问 就是1950年代 60年代 他认识那些人 假设他今天有IG 那些人他IG上会贴一些什么东西 他比如说贵制的IG 他很喜欢分享一些 他很恶心的自拍 靠腰 然后都会放一些 就是你每次说 你说story吗 story的 然后都会放一些 莫名其妙的一些 我放滤镜啦 你都放一些很奇怪 就很 有些蛮好笑的 有些很干这样子 假设他们今天有IG的话 就你了解这些故事 他IG会po什么东西 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样子 今天其实也比较想要分享的是 就是 过去看到的东西 因为像刚刚讲IG这个部分 就是 我们在接触 就是档案或照片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 就是过去 他们遗留下来的一些内容 然后那时候就一直很 在看的时候就一直觉得 就是 就是之前 其实有提到 那个新竹中学的老师 李子松 对 上一集有讲到 对对对 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就是 他的照片抱多 然后还有他的照片是怎样呢 就是他的照片是 什么 他会写说 比如说 今天和谁谁谁谁谁 一起去吃烤猪肝 去哪里哪里 什么动物园 就是那个时候的新竹动物园 然后还有 就是去花莲玩之类的 他就有非常非常多 他出去玩的照片 然后想说 哇 这个人 就是他是1949年 那个乱起来台的外省人 OK 然后就想说 他是过得蛮快乐的 很喜欢拍照打卡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会tag大家的那种人 跟贵子蛮像的嘛 这我就是李子忠 你就是李子忠啊 就喜欢一个到时候拍照打卡的人啊 也就是因为这样后来 特务在抓他的时候就发现 就是新竹超好破案 因为就是他都会写 跟谁在一起念书或什么之类的 大家听起来还有点小雷 有点为尴尬 在现在来说很平常的事情 在当时莫名其妙就变成杀身之祸啦 如果今天有粉丝听到 那请麻烦去新竹拍照打卡 你考猪肝的样子给我们看一下 可以在留言里面回复你的照片 那去哪里考这个东西啊 我也不知道 来研究一下 然后拍照打卡 然后跟大人说就是 我们不会有任何代价 而且李子忠感觉是会乱创社团的那种 你说乱创什么社团 之前大家玩脸书的时候 不是会创一些奇奇怪怪的社团 有一阵子很流行开怪社团 对 或者是会乱开群组 比如说群组就超不正经 好 这样讲李子忠 前辈不好意思 就是 他那个时候创的叫做 社会主义青年大同盟 就现在来讲就是 左左的 对 左左的 而且名字超长 不知道为什么 社会主义青年大同盟 青年同盟就算是青年大同盟 听起来很浮夸啊 听起来很大 就叫高大上 就很特别很特别 不是 因为现在都是很干的社团啊 那你开过什么很干的社团 没有 我没有开过很干的社团 都是加很干的社团 那你加过什么 什么路上 最近我很喜欢路上观察社 他不是说路上有猴子跟别人 就是在车窗这样子 有狗在车窗 然后好像他在跟别人讲话这样子 我就加这种很干的东西 青年主义社会大同盟 你会加入吗 不是 那是因为当时的词汇 那现在一定会换一个词汇 那不然现在这个要怎么开 法律白话文运动 我们一开始起家 这就是有点社会主义青年大同盟的感觉吗 那你要左派一点啊 我们不一定啊 谈社会议题有点像啊 好 但我觉得这听起来是蛮有趣的说 就是我们上次也讲过李子松的故事 他最后是被判死刑嘛 对 对 那确实听起来 其实在个性上他是蛮可爱的 他喜欢到处游山玩水拍照打卡 在玉中会唱歌 对 他那个时候会唱一首歌叫做 那个南方的木棉花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因为被关在牢里面 其实很多人关在一起 其实应该算说那个是在关押的阶段 对 还不一定知道那个罪名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可能就会唱唱歌 那甚至于比如说有人被判死刑的时候 在通往刑场的之前 就是大家会尽可能的去唱他喜欢的歌这样子 然后李子松那时候喜欢南方的木棉花 其实一开始有些人可能会以为说 可能是他家乡的歌或是怎么样 对 后来才发现他应该是 唱给他喜欢的女生听的 哦 学姐方瑞欣 有点这种感觉 他就是很喜欢拍照打卡 对 跟大长说 我跟谁去新竹烤猪肝 然后在玉中被抓的时候 唱歌给女生听 其实听起来他是一个蛮浪漫的人 对 对 其实确实 如果他是IG上的话 应该就是这种就是 没有 我跟你讲 如果他是现代的 他会用First Story First Story First Story一开始的强调 根本就是让你用手机 直接录一段声音上传 哦 以前不是也有很流行什么 用网路上加入什么网路KTV的社团 诶 这个我有玩 你有玩过这个吗 这我有玩过这个 对 我也有玩过这个 对啊 对啊 现在想起来极度尴尬 但也还蛮好玩的啦 雅虎吉时通也很流行 有一阵子吉时通 就是会有很多奇怪的群組 进去后可以唱歌给别人听 所以其实听起来 其实坦白讲 虽然有点好笑 有点浪漫 但其实也有点难过 就是他在现金社会当中 其实就是一个很 就是做我们都会做的事情 对 然后他就被抓走了 然后就被判死刑了 但他其实坦白讲 就是做一些很浪漫的事情 这些浪漫的事情 还变成是特务眼中 用来捕捉的材料 用来捕捉的证据 其实干 其实有点靠北 我觉得 所以你看到这些故事 会让你觉得 有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像李子松这样子 他的生活很鲜明的人 其实事实上还不少 档案里面啊 或者是在他们遗留下来的遗书啊 日记里面 都会看到很多很类似的东西 比如说像那个 有一个阿嬷 他是台大的那个 台大的一个学生 那他其实算是外申人 不过这边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个小小的 冷知识吗 就是 其实就很多人会觉得说 白色恐怖他其实是 什么族群冲突跟对立 那当然在228期间 也许前面的那个背景 是有这样子的意涵 没有错 可是 其实在白色恐怖 实际上判决的人 大概一比一 就是外省跟本省比例 大概一比一 就是外省四五 然后本省五五 他当时蒋介石 其实并没有特别觉得 就是台湾会有共产党 反正所以他会 那个时候会优先去找那些 就是外省来的 这些人 因为外省人比较有可能是 对岸渗透过来的 因为国公内战慢慢撤退来 这个阿嬷过去 原本是台大的一个学生 对 然后怎么样 就是他那个时候也是一起过来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人生地不熟 所以就是 刚好有一个学长 就对他蛮好的 然后学长出现了 对有一位学长 然后所以他就是 其实心里也默默觉得 就是还蛮喜欢这个学长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社团 叫做那个 古典音乐欣赏社 这个贵姿一定很喜欢 对 然后而且他们就会听一些 肖邦啊什么什么之间 然后那边谈一些社会时事 然后因为这个阿嬷也很喜欢 艺文活动 然后所以他就在那个社团里面 认识很多人 而且他们还会把一些剧本 改编成台语 然后到其他的地方去公演 这样就会演一些戏这样 这个又浪漫又台湾价值 对很有才华 对很有才华 对 他们会演一些很神秘的戏 像有个什么白蛇传 那个法海是一个 卖假药的和尚 然后小青跟就是许仙 他们都很努力的 就是在工作 就是底层的劳动人民 但是法海这个有权势的和尚 就是用计堵死了 就是白蛇 然后他们这个戏演完之后 大家就会收在一个沉重的地方 然后就问说 社会穷苦的阶级 难道就只能这样子默默的死去吗 就演这种超左的戏 然后一直改编民俗 这天很危险 这当整天就超危险的 对 但反正就很有趣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用这种方式 在跟就是其他人互动 OK 我确定一下 所以他叫做古典音乐社 但这件事情 跟古典音乐社有关系吗 就是他们每次聚会完 都会去安排不同的活动 他们就是大学生 本来就是会做这次 就充满很多艺文活动 很赞耶 大学生社团不就这样吗 好像台大艺术季 然后会放歌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又有艺术节 又有讲座这种感觉 就跟现在大家是差不多 差不多 只是可能我们不离演戏 我们是写文章之类的 我大学也演戏啊 你有演戏 真的假的 看你有演戏 你演什么 看你演三小 就是法波啊 对啊 对你是法波的 对啊 我们社团 我们有一个叫法治部 这种服务队 然后就是演一些 法治教育的戏 那他是可以改白蛇传吗 我已经不太想 再去演那些东西 贵子毕业很久啦 对对对 反正那就是演给 国小朋友看的啦 然后反正就可以想到 他们就是一些 当时的小文青 然后好像不如说 人家小文青啊 就是说他们非常积极 地在做这种艺文活动 OK 然后因为这位阿嬷 就是他当时 就也参与一些活动 那当然就是在学校里面 玩社团有时候 就会发生一件事 就是偷偷喜欢学长 学长 然后这位学长 就是当年在他一起 听肖邦的这位学长 就是他也很喜欢 肖邦学长 然后有一天呢 他们就在回家的路上 那个学长就突然问他说 你是不是其实知道我的身份 然后他就突然发现 话风疲变 就是发现原来学长 就是那个时候有参加 就是左翼的一些 组织团队这样子 刚才听起来 其实在现代社会大长 他说你知道我真实身份 他说干你真实身份 蜘蛛人还是蝙蝠侠之类的 其实听起来 就要聊学长 就说我的男朋友之类的 是我听到就觉得你听过安利 你知道我真实身份吗 我是一个直销 然后我就想跑掉 所以原本期待 这个学长跟他告白 结果学长竟然跟他说 你知道我真实身份 地下党员 那他不是吓死了 他很喜欢那个学长 然后就是反正在秋天 那某个晚上 那个学长就邀请他 加入这个团队 然后其实有一个 还蛮ㄎ的部分就是说 因为他其实是 暗恋那个学长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 他要加入这个团队 之前要有一个 就是先是写字传 或宣誓的这个工作 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人 在旁边听他宣誓这样 然后就那个阿嬷竟然说 我可以现在先退出吗 他其实有点害怕 他害怕 对 但不过 他爱的是小邦学长 对 并不是爱 这么真正爱社会主义 就是他可能有 他自己的想法 这样子 但总之就是 因为这个阿嬷 后来还是因为这个关系 后来就被牵连了 就是 所以后来这个阿嬷 也被抓去 就是关了十年 哦干 好惨哦 他就是爱一个人 然后为了 喜欢那个人 读他喜欢读的东西 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干他就被关十年 你在讲故事过程当中 这个故事本身是有点浪漫的 但是从结果听起来 其实是有点 是有点小沉重 这听起来很像就是 譬如说我喜欢上的一个人 然后他可能是 譬如说他基督徒 只好跟他去受洗 然后受洗前突然反而说 我不想洗了 对其实我没有这么喜欢 基督 我喜欢的是你 然后干掉就被关十年 不过其实那个阿嬷还留了蛮多书信 他其实有说他并不恨这个学长 比如说他其实 我们在我们目前可以看得到 他留下来的那个日记里面 他有写说 亲爱的妈妈你知道吗 那个高高的有着明亮的大眼睛的 他是我所爱的 亲爱的妈妈因此我感觉痛苦 然后他其实有写一段话 给那个学长 因为学长后来是被强决了 他就说 有一天我们会同立在 世纪的纪念碑前 就是那时我会告诉你 我爱你 从我青春时代开始 直到今天 虽然说刚刚可能用 比较好笑的方式 在讲这一段 就是说那其实就是一个 很经典的大学长出现的故事 学妹喜欢学长 然后想要跟学长一起 更深入的了解彼此 可是后来的结局 其实就还蛮惨烈的 不过也在这过程中 就会发现说 原来以前在谈谈政治犯 他们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些面向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过去 我们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比较不会谈到的事情 不会啊 因为你谈这些政治犯 或者是白色恐怖 你通常描述这些人的时候 都是说可能 譬如说他很有理想 他被抢却 或是还有很崇高的报复 都是从这种角度出发 你怎么会觉得一个 很有崇高报复的人在谈恋爱 这是一个素材上面 很冲突的素材 不过还有两个故事对不对 对 超想讲 家瑜现在开始进入什么 那个兴奋模式 他在讨论到转型阵营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是 Turn out 对 turn out这样子 第二个 有关于白色恐怖 可是有跟恋爱有关系的故事 好来 这两个跟洛宜讲 因为洛宜也需要恋爱 我没有想要谈恋爱 没有吗 我现在没有想要谈恋爱 不要 对 第二个故事怎么样 好 第二个其实就是 因为像刚刚讲 那个柜子有讲到 就是那个时候会讲说 他们很有理想怎样怎样 但其实确实是 很多人就是 他们是真的很有理想 就是他们也是读很多书 OK 然后有一个学生 他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也是某校经济系的一个学生 然后反而他那个时候就是 加入 也是加入 就是左翼的组织里面 然后后来就开始大逮捕之后 他就很害怕 所以他就逃回他彰化的家 OK 然后他在彰化的家里面 他其实就写了很多很多笔记 然后那个笔记当然就是 很多关心社会啊 什么觉得民生穷苦潦倒 如果要用FB这个梗的话 就是他就是会在脸上面发一些 就是很关心民生 关心议题 然后甚至 因为他的笔记本里面 也会抄就是乳迅的话 所以就是那种会转贴名人的那种 画的名言的那种感觉 那种脸书 完全可以想象这类型的脸书的朋友 没错 就身边有超多这种朋友 就是一直在转发新闻 然后批皮实事 然后转发一些K.L的话 对 这个人最厉害的是 他是用台罗写的 所以又更激进 反正他也用很多语言啦 其实也不止台罗 他也会用英文啊 什么之类的 问说民主到底是什么 Democracy是什么之类的 他多才多艺耶 但可是同时呢 他每次写完之后 比如说下一页 他就会开始想念他女朋友 这也跟很多人的动态一样 就是一夜就是激进 然后一夜又是 就是好想谈恋爱 什么之类的 一夜爱情 一夜革命 对 他的那个日记 是很冲突的 就是说 他一直在 就是想要关心 台湾的一些大义大功 就是这种事情 然后可是同时 他下一页又会开始 就是觉得说 他好想念他女朋友 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很爱他女朋友 然后可是 在下一页他又开始说 不行 他不能够在 小情小爱之中 在这个社会之中 他的日记里面 是不断的重复这种 这种情感 所以看到他的挣扎啦 我们要改革社会啦 但是改革社会当中 还是就写一写 最后觉得 干 我还想谈个恋爱 对 但一切都那情趣 最后说 干不行 大难当同 不能儿女私情 我还是要改革这个社会 OK 这听起来很像 还蛮多现在年轻人 对 也有点像我过去那种感觉 你过去有这样吗 我过去很爱发文 就是 干我们要改变社会 叫关心议题那种文啊 那结果这个 很想改革社会 真的很想谈恋爱的这个人 后来他发生什么事情 他其实后来 因为他其实当时是有女朋友的嘛 他后来就论结婚嫁 可是论结婚嫁之前 就是他女朋友的姐夫 刚好是警察 就举报他 所以后来在结婚前 就被抓走了 女朋友的姐夫这么坏 姐夫举发了嘛 但其实有一个 还蛮微妙的是 他后来在 被枪决之前 是有另外一个警察 有送他回家 见他的太太最后一面 枪决之前 他也是有写了遗书 给他的 那个父母 这样 就是做告别 你要念一下他的遗书吗 因为蛮长的啦 就是他爸爸妈妈 然后妹妹什么的都有写 OK 然后不过他有一句 他就写说 总有一天 你们会明了我的立场 那个大意大概是说 在这个艰困的时间 他就有这样的决定 即便他是一个一直摆当的人 他一直很迷惘 然后他对前途也很担忧 可是他最后还是选择 他没有后悔 或者是 他念了这些书 是为了 有更好的社会 但我确定一下 他那时候被判死刑 一定也是承治犯乱条例 第二条第一下嘛 可是他有做什么 很激进的事情吗 那个时候是加入那个 也是算是一些 立下职会等等的 OK 他叫学生工作委员会 听姐像是会到处 撑在NGO的人 对不对 可能有点像 现在就是很多在当志工 对 然后去了解社会议题 先去踩拳会当志工 然后又是资改会 可能就是预色而平 各种左派议题的吸收 好那第三个故事 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些 就是像我刚刚知道的这些东西 大概都是民间长期以来 就是其实不断的在思考的嘛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 也推荐大家是那个 《无法送达的遗书》里面 这我记得这是一本书嘛 对对对 《无法送达的遗书》 大家可以去看 他其实就在讲 那个时候很多政治犯会 像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写遗书给自己的亲人 可是他们可能在非常久以后 才从档案局发现说 其实当年有写遗书 因为当年不论任何理由 那个时候的国民党政府 并没有把那些遗书 还给他们的家人 对 可能是怕 可能更是各样的理由 比如说觉得 你可能会通风报信 或是引发什么样子的情绪等等 所以《无法送达遗书》里面 有一个 我自己也还蛮印象深刻 也是跟爱情很有关系的 有一个叫做刘耀婷的 他跟他妻子的通信 那其实这一段通信 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 刘耀婷本人 他已经在那个军阀处了 然后他的太太 就是不断的会写信给他 然后他们会书信往返这样 然后他太太那时候 其实已经怀孕了 然后就说 你不在之后几乎每晚都梦见你 前天还梦到在床上恩爱后 相有痛哭 然后他还在日记里面也提到说 他其实都会拿着 就是他的衣服 就是他们真的 其实写得很直白 算是1950年代 他就说 他拥抱着毛衣和衬裤入眠 然后连同自己的精神气味 还有魂魄 就是希望可以逢进 这个毛衣里面 然后让老公能够在狱中 就是感受到 他的这个思念这样 然后说你的衬衣 每晚抱着睡 张磊舍不得洗 因为还有你的味道 等不到你回来 绝不洗涤 文笔都很好 文笔超好的 现在都写不出来 现在脸色的贴文 都是一些很干的 文笔很差的 这个真的是写的 真的是很真挚的 对啊 现在只会写什么 我爱你 我超爱你 我超级喜欢你 对 大概都是这种等级的 这也是蛮真挚的 然后配一个 emoji 对 然后再配一个 图文不符的照片 对 但他写的 你看他说 他闻他的 绝不洗涤 对 要把他的魂魄思念 都放入在这个毛衣里面 对 那其实真的蛮难过的 还有一个蛮感人的片段 是他里面有提到说 就是 如果是本省的政治犯 其实是有机会 请家人寄送物品到狱中 然后 所以就是 这个是老公跟太太说 给我一瓶鱼竿油丸 或若干的咸罐头 在经济困难之下 请多多原谅 因为就是 他也知道 太太在外面很辛苦 希望可以 但是还是希望 可以寄点东西来 结果下一封信 就跟太太吵架 就说 请你不要粗心好吗 我没主动要的东西 绝对不可以再寄 然后可是太太 其实应该是 有一点是说 希望 可以给老公更多东西 所以太太就 有点生气的回说 为何没写信来 要求寄爱吃的东西 请你不要烦恼 家中的经济 我会工作 拆风 赚钱 虽然说在这过程中 他们是在吵架 可是也可以看见 就是彼此都已经 有点焦急了 然后可是后来太太在那个 她的自己的日记上面 又写说 就是 如果没有来要 药品的话 表示身体应该还可以吧 然后所以她那个时候 在写给 就是丈夫的那个 信里面又提说 就是 你的全身都是我的重要之物 就希望丈夫可以好好 保重她自己的身体 这样 那不过他们这样子 书信往来好几次之后 大概过了几年之后 最后太太收到的 其实就是领事通知书 因为后来这个先生 就是被枪决了 就是在这里面 就可以看到他有 就他们其实都是 情感非常真挚的人 这样子 就是他们其实 坦白讲 从现今的观点来 其实也没做什么事情 可是就被分隔两地 确实也只能 透过书信的方式 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大概也只有这种方式 这感觉很像是说 在脸书上面 写了几句话 然后就被抓走 很像现在可能 会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对 对 其实跟香港现在状况 也许是非常接近 像香港可能讲错话 或者是脸书上写错东西 发错帖文 对啊 你就是 国安法 暴动罪之类 对啊 对很可怕 好比如说 像你刚刚讲这些故事 你刚刚有讲说 你在进来促产会之前 其实你对这些东西 其实没那么了解 那我好奇是说 你在进来促产会之前 可能对政治犯会有个想象 那那个想象是什么 那现在你了解这些故事之后 像你刚刚 分享这么多故事 都是从 可能比较爱情的 这个观点去触发 告诉大家说 其实这些政治犯 也有他们这方面的一面 那这两个之间 那个差别的想象 可不可以就是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在 来促产会之前 大概对于政治犯的想象 会是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大概可以接触的 大概是那个 景美人权园区的那些石碑嘛 然后跟人权园区 他们其实也会有做 很多详细的导览跟介绍 对 可是那个 对人的感情的了解 就是说 过去其实是会用某一种 叙事方式 比如说他们是很可怜的人 我们要同情他 或者是他们是 很有理想的人 我们要尊敬他 或者是什么 可是当你一句句去看 比如说你看到那个日记里面 什么一页写爱情 然后一页又想要大一这种 没错 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活生生的人 这样有点超出一个故事 但我可以再偷塞一个故事 没问题 来来来来来 可以超出非常多 没有关系 对 没问题 害羞 就变成一个很爱念遗书的人 好 没关系 就是一个人设 有没有 好 就是我有在一次在看那个 他们的档案的内容的过程中 有被打动的 非常非常深刻感受到 那个不同的东西是 就是有一个 要被枪决的政治犯 他留下的遗书里面写 他说 他是一个二十几岁的老师 他说 就是二十余年 真如一场之梦 消逝的干净了 但是你儿这人 的确是存在于二十世纪 死于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七日 有快乐苦痛努力 最少是在世界上有做事的人 他也不是要说 自己是个英雄 或者是自己是个多了不起的人 他就是个有做事的人 那其实反过来说 其实这些政治犯大概都是一样 就是他们在当年 不管他们是农民 劳工 或者是知识分子 老师律师等等 他们其实也都可以选择 某一种活下来的方法 也安全啦 对 好好的工作 普通的工作 什么都不要管 可是 他们做出了一个自己的决定 那不管 其实当下他们有多么的惊慌 或者是他们 是很坚定的 或者是说他们很迷惘 可是在这过程中 确实 他们的决定最后付出了 其实在我们现今看来 会觉得无法理解 跟无法接受的代价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感触 是这个 我刚刚念的那个遗书啊 这个 有快乐苦痛努力的这个人 他其实 写了好几封 但那个写了好几封的意思 倒不是说 他有很多人要写 而是 会发现他好像一直在 他一直在说 这是最后一封遗书了 这是最后一封遗书了 那我觉得那个传递出来的意思是 他真的还有很多很多话 想要跟这个世界说 可是他后来就是 就留下来那些 甚至他最后一封遗书 是没有结尾的 那 在这看的过程中 就会 更发现 他们其实真的不是 石碑上的人民而已 他们其实就是 曾经活在那个时代的人 然后 所以我觉得这是 战士进出展会之后 当我们有机会 重新更去贴近这个历史 然后 去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 就会觉得 其实非常非常的深刻 然后他也会反过来去想说 哦原来那些人 其实是这样子 活过 然后他们看到的世界是长这样子的 那 我们真的还要用那么很单薄的方式去纪念他 就是我们就是必须得要 比如说把他当作 一个崇高的人物 或者是一个神来看嘛 但事实上我们发现 他们也许有些 甚至只是就想谈恋爱的人而已 看这其实 好沉重啊 我觉得刚刚嘉宇也很示范一件事情就是 他对转型正义真的是可以信手拈来就 没有 非常多资料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跟我PK一下 你要PK一下吗 你也是信手拈来就一堆大法官解释啊 你也是听到大法官解释就会很信任怪人 对啊 听得上面跟人家聊十字七十八字 那我问你哦 如果猪肝这一题的话 你可以讲什么 大法官解释 好像好像真的没有 大法官解释里面好像没有跟猪肝有关系 跟烤肉有没有关系的 我想一想好像真的没有 譬如说喜欢 在意见书里面写很多奇怪文具的大法官 总是有这种人吧 因为理解中就是到处打卡到处写贴文嘛 那也有这种就是 很喜欢写意见书 就喜欢留一些帅话的 有一个大法官 他很喜欢放一些名言当这意见书的开头 这个之后我们挑一集来跟大家分享 但最后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 下雨的转型正义 可以跟这个洛义的大法官解释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听得上PK一下 看谁用哪一个可以撂到比较多人 为什么舞台要一直是听得 这个大家耳熟能详这个平台 不然IG也是可以啦 我不要担心你们到底约不约到人 就一直被dislike 完全约不到 好啦 像下一集Podcast的企划就做这个好了 下一季 就如果大家想要听这个主题的话 就是多多留言踊跃一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跟长官说 我们下一季来开个企划 大家有听到这件事情 这个我觉得可以接着 我们下一个想问的问题 就是你看转型正义这件事情 坦白样 总是要需要跟社会大众沟通的 对 对那这个 处转会有这个小编 社群小编 对那 但为什么会需要 应该说为什么需要 公布我们的社群小编 来做这件事情 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一开始处转会是没有粉专的啦 就是处转会并不是一开始成立就有粉专 那那个时候确实有一个想象是说 因为处转会其实他现在的定位 虽然说我刚刚说看到很多档案故事研究 可是这些并不是出现在我们的总结报告上面 那一方面是说其实这些对于 就是政治犯的生命史的了解 其实民间或学界一直很努力持续在推进 对那所以比方说像返校 他就找到参考资料 不过必须说处转会在台湾现在的历史定位上面 他应该是国家政府机关 要如何自从国家行政的角度来去拟定政策规划 然后以及就是做真相报告 那所以在这两个大的方向之下 就是我们会主要去做的是过去 政府机关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统合性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去跟所有的机关都要政治档案 那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要保存的这些 所谓的不义移植 这些历史空间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告诉各个机关 去建议他们怎么样改善 那或者是像威权象征 就是跟各机关协调说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重新反省监讨 然后移除这些象征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国家高度可以做的事情 那像刚刚讲那些很 可以说是很情感丰沛的故事的话 那些其实是就是一直以来 或者是说未来都可以持续在研究下去 所以之前其实 就是也平心而论 就是处转会之前的粉砖 都比较不会是以我刚刚讲的这种故事去谈 那倒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讲这种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故事讲得很煽情 然后引起大家的情趣 其实处转会反而要做的不是这个 就是而是这种政策性的讨论 以及我们去点出一些转型真意在过程中 大家其实会共同想要去思考的一些 反省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做这都不是什么讨喜的工作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社群让大家去想 比如说像之前的基础也提到嘛 就是加害者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应该要是什么 那所以在处转会的粉砖上面 大概会是这两个面向的 希望可以进行社会沟通这样子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他也是发白社群小编 对 我跟博威 就是我们两个是这个社群小编 那我们常常会被下面一些留言给气到 干 我明明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边扭曲我的意思 然后你对于你扭曲的意思在那边生气 那好奇 他比如说你在做处转会的小编 其实坦白样就我自己的观察 其实蛮多人的批评是 我看到是他们真的可能就是误会了 你们所讲的东西 然后就在那边生气 然后其实坦白样蛮多的 对那像这样的情绪你怎么面对 虽然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会还蛮生气的 ok 正常啦 就一定会生气啦 可是 一方面就是要去沟通那个观念 本来就是处转会要做的事情 责任 另外一个是 确实其实目前也确实理解到说 比如说不管是大家觉得做得很好的德国 南非或者是 比如说波兰捷克 韩国这些国家 大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在做这种转型正义的过程中 没有不被骂的 然后没有不掀起社会讨论 ok 那确实也是因为像刚刚讲的 它是一个重新带领大家去面对历史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工程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当你的过去的认知 不断的被撼动的时候 大家不一定能够轻易接受 那我们当然就会需要去 处理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绪啊 或者是大家彼此调整认知的方式这样 可以理解啊 因为推动社会的进步改变 本来就是有一定的成本 它其实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那一定会有人不开心 因为他觉得不是这样子 很多人会没有安全感 或是困惑啊 因为他小时候被教育 就是那样子 蒋介石是讲功 是神圣为的 没错 要尊重 转型正认出来 势必会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 重新有一番检讨 那对的事情 当然还是对的评价 那不对的事情 我们就要给他正确的评价方式 那很多人就觉得 怎么就会有冲击感 说怎么会这样 跟他小时候学的是不一样的 下一个可能 更难处理可能是蒋经国 我们必须坦白说 我们必须面对 很多四五十岁六十岁的 这个区间的长辈 他们对蒋经国的情绪 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在谈转型正认的时候 就变成是 他们会突然很冲击 原来吴清风都找别人帮他写歌 这个假设的 你就觉得很冲击 原来是这样 你就觉得怎么可能这件事情 小青哥怎么可能是别人写的 对小青哥怎么可能是别人写的 当然如果有一天历史事实突然出来说 原来小青哥是林伟哲帮他写的 那大家就会很冲击 但完全假设 我觉得假设 这个很危险 好危险 我一定要把这个冲击感带给听众 我懂 对他们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人 可能也不了解 为什么长辈会觉得很冲击 那他冲击感可能就像这样 原来事实跟我认知完全不一样 那通常第一件事情你不会相信 你一定会反感 怎么可以这样乱讲 我清风 对不对 像我们的情绪可能都会这样 可以理解 但是还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继续做得下去吗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 好像关门了吧 任期是到 明年的5月 因为他这是我们所谓的任务型机关 那就要问改有一个很尖锐问题 明年5月你就要失业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再请学姐介绍工作 没有啦 还是许愿希望延长任期 不过延长任期 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最大的任务 其实是产出总结报告 那这个南非有总结报告 韩国也有总结报告 那这个总结报告 当然会是 初转会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回过头来 也是在问一件事情 是没有初转会之后 转型正义还可以做什么这件事情 那当然一定是非常非常多 对啊 没有初转会之后谁来做 可能各机关吧 看交接到什么样的机关 或者是 有没有必要在一个常设性的机关 或者是人权管 其实都有可能啦 如果回到就是 我们这些年轻人可以做什么的话 其实之前在初转会的时候 确实是蛮焦虑的 因为 我会觉得说 总不可能我很喜欢转型这个议题 那我接下来就要去当学者吧 就是这个成本有够高 然后你还要念博士 对 然后博士不知道在台湾还是要在国外 不过就是说确实 我觉得在这过程中 也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以前在谈转型正义的时候 大部分可能是学者专家 比如法律学者 然后历史学者 社会学者 他们可能会有提出很多 很精辟的观念或见解 让大家重新认识 可是我觉得当我们是一个 由民主时代 在回去看威权时代的一个 转型正义的工程的过程的时候 一直在强调是希望可以 有一个重新面对历史的角度 那那个角度就会是非常多元的 像刚刚提到说 有想要谈恋爱的人 也有真正的劣势 也有则是非常努力的人 然后都是各样的人 也有情欲的部分 对 然后 我会觉得这一块 认识历史的过程 它反而会因为 我们有不同的人去认识 就是像我这样子 可能没有知道很多的人去认识 或者是比如说任男 他就会用情欲的方式去认识 然后台湾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认识 我觉得这次跟法白合作 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尝试 就是说转型正义它不是 一个人提出一个版本 然后我们大家去纪念那个版本 我是谁独占的 对 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重述这个故事 那当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 当然是站在事实的基础上面去 回应这一份记忆的时候 我们就更可以去了解说 我们过去是个怎样的国家 那未来我们想要变成怎样的国家 我们会有自己回应这个历史的行动和想象 我觉得那个才是转型正义里面 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速转会结束之后 当然就是 其实民间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团队 做创作也好 或者是做剧也好 对跟那个台大艺文活动 过去那个状态一样 就是 萧邦学长 对又回到萧邦学长 像他们一样 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 可以在这个社会上采取的行动 而且同时是在建立在一个 我们理解过去 原来有发生过这么多样的事情的状态底下 所以我知道是没有很担心失业 因为我相信 社会会越来越多讨论 摆设恐怖228这段历史的 这样子 感觉这结尾超好赞啊 真的吗 而且还把前面六集的东西 做个简单的 总结了 整个促转新奇思就在这边 对 画上完美的ending 而且还很正能量是说 感觉会越来越好 感觉好棒啊 真的 很棒 我们不要破坏这个结尾 我们就这样 就收到这边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 今天到这边 谢谢改用 谢谢改用 还是你有还有想再讲的 其实我有一个想要再讲的 好好好 one more thing one more thing 因为其实之前 就是有的时候也会讲到这边 就自己觉得 很不错就这样 很赞啊 对啊 可是我其实后来也发现 就是 因为政治犯前辈 就好像会说 我们要回应在历史的时候 就一定要这样去认识政治犯前辈 可是 其实像之前在 办活动的时候 有遇到那个一个妹妹 就是她刚好来 当公读生 然后她那时候就听到 年纪多大妹妹 大概 现在应该是二十几岁吧 OK 所以就是大学生这样 她好像记得她阿公有被 就是关过 所以她就用我们的那个资料库 查了一下 发现她阿公竟然是政治犯 然后 我们后来就发现 就是她跟我们讲了之后 我们就去找了相关的档案给她 或者是口述里面有讲她阿公的历史 因为她阿公比较不是那种 大家常常会见到的那种 OK 对然后 现在小时候她阿公就过世了 所以她其实没有很深的印象 可是那时候拿照片给她看的时候 她那时候就说 跟我爸长得好像 所以那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冲击的感觉是 但我也不是说大家回去问问看 发现你们家里面全家都政治犯 就是也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我们当我们有机会 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认识这个历史的时候 就会发现 她真的没有离我们很远 而且有些人其实甚至都记得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现场就是 贵志祺就是经历过戒严的人 没有 你大概两岁的时候 你有吸过戒严的空气 没有 戒严不76年吗 你身在动员开乱思习 对 动员开乱思习 对 经历过动员开乱思习的空气 对 甚至我们也不要多缩线在政治犯身上 就是你也可以回去 顺便在业配 不对 其实本来就是业配计划 本期节目由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赞助播出 我们的资料库里面也许大家可以用地名去找 不一定要用人名 用地名 打什么 比如说打嘉义 打台南 你就会发现 因为我们是用判决书coding 所以就会出现跟你同一个乡镇式的人 这样 那也许在这过程中 你就会更认识到说 你的小镇 你的城市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那我会觉得说用这样的方式 也许又会更比 比如说我们单纯只能去博物馆看 会更加的有趣 就是 也许我们可以拿着这个资料库 然后去问你的亲戚爷爷奶奶说 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对所以就很期待说 就是未来大家能够讲出一个自己版本的转型正义故事 我会觉得 那样子的转型正义也许 就会持续推进下去 结果有时候我们可以跟观众就是讲说 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打开促进转型正义的网页 到他们转型正义的资料库 输入 可能你想输入 你有兴趣的 对如果你有兴趣的关键字 关键字 不论是人名或是地名 或是入名也好 或许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版本的转型正义的故事 其实法白之前就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意外发现 就我们输入某个大法官的名字 现任的大法官的名字 然后就发现一些有趣的资料 什么样有趣的资料 就是他以前当过某个职位 一些判决 从现在看起来是 就是我们这几集节目常讲的那种判决 法白有写一遍 就是有相关的文章 大家可以去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在转型正义资料库 得到的一个 我找到我自己有兴趣版本的故事 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感谢 嘎佑 嘎佑今天这么多故事的这个分享 那如果大家还想要再听更多 嘎佑去讲 转型正义故事的话 请联络他 欢迎来我们的粉专 对他就用转型正义的故事来撩你 没错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故事 好那我们促转星期四的这个单元 就到今天就正式结束了 那最后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单元有兴趣 对转型正义还有更多的想要知道的东西的话 在节目以及是这个单元最后 还是再呼吁大家可以follow促进转型正义委会的脸书 ig 也欢迎在法规电台的这边留言告诉我们 你听这集的 以及这一系列的甘原胆详 也都欢迎到我们的法白 以及促转会的脸书 ig等等地方 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会跟你们讨论 那我们就到这边了 拜拜 拜拜